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兵干涉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 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 抗美援朝保驾卫国 于10月19日复朝参战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中国人民志愿军 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经过五次战役的殊四较量 将美国侵略者 打回到三八线南北地区 骄横一时 不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畔的美国 转而寻求停战谈判 以实现光荣的停战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能否得逞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策层 又将如何应对 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谈判 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1951年5月31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的住所 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他就是美国前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 凯南肩负着一项秘密任务 刚一见面 凯南就以私人身份 委婉转达了美国当局 希望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停战的意图 用爱奇逊的话说 当时他们就像猎犬一样到处搜寻 派人去了香港 也去欧洲的一些国家 甚至在联合国 想办法跟中国人取得联系 但是一无所获 所以这个时候就派出了 乔治凯南与马利克进行联系 战争之初 妄想以武力侵占朝鲜半岛的美国 为何转而寻求停战谈判 到1951年夏天 朝鲜战争进入你来我往的 拉锯式阶段 战线也逐渐稳定在三八线地区 战场态势的根本性扭转 使美国武装占领全朝鲜的 军事战略目标 没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个时候 美国人已经看到了 依靠他在战场上的现有军事力量 已经不可能再打到压力量 而且美国没有机动部队 再调往朝鲜 盟国这个时候 对朝鲜战争支持的热情 已经大大减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考虑到 就是说要调整朝鲜战争政策 在清朝战争的头一年 美军就付出了8.8万余人的伤亡代价 相当于二战期间 美军全部损失的三分之一 兵力拮据 取胜无望 战略重心在欧洲的美国 不得不寻求停战谈判 1951年6月23日 马力克在联合国秘书处 新闻部举办的 《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 发表演说 希望朝鲜战争交战双方 进行停火谈判 就在马力克发表演说的第三天 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 就迫不及待地 在一次演讲时表示 我们愿意参加朝鲜和平 解决的谈判 同一天 《人民日报》也刊发社论 表达中国人民 完全支持马力克的建议 并一直为其实现而努力 中美双方不约而同的表态 让深陷战争漩涡的朝鲜半岛 迎来转机 朝鲜停战谈判 是一场实力的对话 毛泽东深知 要同美国进行谈判 没有雄厚的实力做后盾 或者在战场上 稍有疏忽和示弱 就会在谈判中 陷入不利地位 中国自古有句名言 能战方能言和 弱国无外交 你没有打的能力 人家也不可能跟你谈判 朝鲜战争开始之后不久 美国在仁川登陆 向鸭鲁江边推进 麦克阿瑟气势汹汹 他根本不提出谈判 能战方能言和 正是在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军的有力抗击下 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只得坐到谈判桌前 为了巩固第五次战役的成果 配合谈判 6月11日 毛泽东向身在朝鲜前线的彭德怀发去电报 指示前线要积极准备防御攻势 一倍万一 军事战线的打和政治战线的谈 两条战线相互配合的指导方针 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酝酿成熟 与此同时 美国最高决策层 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谈判策略 6月29日 远在日本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威 收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来的 和谈电报 与以往不同的是 电文要求他一字不差地准确执行 杜鲁门指示李奇威 就是在6月30号通过广播 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 向朝鲜方面发出一个和谈的信息 在李奇威传达了美方和谈信息的第二天 朝中方面就发出了 同意举行停战谈判的声明 在1951年7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 也刊登了朝中方面的附电 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 和建立和平的谈判 而和你的代表会晤 会晤地点 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回复的落款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志愿军战士用血肉之躯打出来的战果 要如何捍卫 谈判在即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谁才能单次重任呢 深夜 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光一直亮着 毛泽东与周恩来 正在讨论主持谈判的人选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人 李克农和乔冠华 李克农当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也是一位谈判专家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 他一直关注朝鲜战绩 毛泽西有一句话 我点了你的剑 他参加了最早是西安谈判 就是他有着我们的斗争经验 乔冠华时任外交部 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财思敏捷 文笔犀利 当时七岁的乔松怀 还记得父亲乔冠华临行前的场景 1951年7月初的一天 我的父亲回到家里 对我母亲说主席告诉她 要她去朝鲜参加停战谈判的工作 当时就带了几件衬衣和长裤 衣服都没带多 就上路了 原想数周时间就能结束谈判的乔冠华 仅带了几件衣服就出发了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去就是两年多 出发前 经验丰富的李克农 还特意选调几位同志 携带两部可接收 世界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 以便了解各方反应 同时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 前往开城 便于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 对即将举行了谈判 毛泽东主席投入了大量精力 他多次亲笔起草 以今日成和彭德怀名义 致李其威的富函及电文 甚至在一次修改意见中特意写下 要加上一个逗号这样的细节 7月2日 20多人的工作组踏上征程 辗转到达开城 根据部署 由南日 邓华等将领 作为一线谈判代表 李克农 乔冠华等 根据实地情况 制定谈判方案 并传达贯彻上级指示 最高决策层的毛泽东 周恩来和金日成 掌握谈判的方针及全局 开城代表团的这个情况 到晚间汇报到毛泽东周恩来那 毛泽东周恩来在研究定盘子 然后李克农 乔冠华他们 再制定好第二天谈判的预案 再交给军队代表白天再跟对方谈 所以说它是三线配置 表面上寻求停战谈判的美国 背后却搞起了动作 美国政府授权李其威 在停战谈判期间 可以进行陆海空多方位作战 以支持谈判 为了防止联合国军 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 7月2日 毛泽东再次给前线发去电报 指示彭德怀等人 极力提高警惕 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应付敌军 可能的攻击 迫使我们定立城下之盟 谈判的过程 这个会比较复杂 是不是能谈成 这还很难说 因为你只有在战场上能顶得住 你谈判才有资本 所以当时就是一方面要准备谈 那另外一方面还是要准备 坚持长期战争 其实是两手准备 谈判双方经过多次电文交换 双方达成协议 谈判地点选在三八县附近的开程 正是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 为了安排谈判代表第一天会议的细节 双方先派联络官在7月8日举行预备会议 也被称为联络官会议 谈判地址开程 地处三八县以南附近 经过多次拉锯式较量 这里成为中朝军队的实际控制区域 三八县是指北纬38度线 是朝鲜半岛 被分为南北两部分的标志 这条1945年 美国参谋人员迪安·拉斯克 在朝鲜地图上画的直线 成为二战后美苏两国 在朝鲜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 也正是这条线 为后来朝鲜半岛分裂成南北阵营 埋下了高火索 这条界线 它表面上是美国和苏联 关于作战的一条分界线 也是对日受强的一条分界线 它实质上是两国 它的一个利益边界 但就是这么一条漫不经心化的一条线 却成为朝鲜民族难以愈合的一个民族裂痕 在朝中方的周密筹备下 7月8日上午9点 预备会议如期举行 谈判双方刚一磋商 分歧就产生了 因为谈判双方尚在交战 为了谈判代表的安全 朝中方面提出 所有谈判代表的车辆 都插上一面红旗 以示提醒 但这样的合理建议 却被联合国军代表当场拒绝 他觉得这个红色呢 就是代表共产主义 那么于是他们提出了蓝色的 我们中方说 你换成蓝色了 它就很容易跟周边的一些环境相毁调 我们炮手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就是见到蓝旗 我们就开炮 美方呢对中方的这个炮手的 他们的这个杀伤力呢 也是非常忌惮的 他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用什么呢 用白旗 在战场上举白旗就代表投降 但美方代表为了不使用红旗 却宁可用挂白旗的方式参加谈判 1951年7月10日 世界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 在开城莱凤庄 拉开大幕 朝中方面代表 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 担任首席代表 志愿军派出副司令员邓华 和参谋长谢邦 朝鲜人民军代表 还有李向潮和张平山 上午十点整 双方谈判代表步入会场 没有寒暄 甚至没有握手 谈判双方在桌子两侧 相对而坐 当时这个双方议定了 派国代表各五名 中朝方面五名代表 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 总参谋长南日大将 志愿军的就是邓华副司令员 但是所谓联合国军方面的 派国代表很有意思 他五个人 四个都是美军的 只有一个名额 是南朝鲜方面的 所以说这个谈判 是让美国主导的 会议一开始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 乔埃就抢先发言 美国的谈判首席代表 叫乔埃 抢先发言 他就声明 就是我们这次谈判 是属于解决朝鲜问题的 军事谈判 不涉及到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也不涉及朝鲜以外的军事问题 当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提出 尽快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 以三八线为界停火 双方各后撤十公里 建立非军事区 并尽快遣返所有战俘 尽快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三条原则事 乔埃却迫不及待地发表声明 乔埃在发言中 拒绝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进入谈判议程 他的这一声明背后 却另有企图 他认为 他如果是同意这一个议程 就相当于在政治上承认 他们武装干涉朝鲜内战 是错误的 如果把包括美军在内的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他就认为他会失去在 东北亚地区的军事优势 这样撤兵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第一个焦点 坐镇幕后的李克农 第一时间将会场上的情况 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在复电中明确表示 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就在朝中方面准备驳斥 美方的无理诉求之时 美方却节外生枝 7月12日 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 美方单方面带着20名记者 进入会议区域 在遭到朝中联络员拒绝后 美方便以此为借口中断谈判 并以允许记者采访 作为继续谈判的条件 它实际上是政治斗争 军事斗争 外交斗争 和配合国际形势的这么一个 一个符合的一个斗争过程 实际上呢 它是想这个制造舆论 同时呢 想摸清出我们的整个谈判的意图 和底线 7月13日 李奇未有致函今日成彭德怀 提出在开城及附近地区 划出中立区的提议 并声称如朝中方面同意 谈判就可以恢复 李奇未试图通过划定中立区的方式 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 而引起修会的不妥行动 并没能瞒过毛泽东的眼睛 随即经毛泽东 周恩来修改审定 今日成彭德怀复信李奇未 入情入理的分析 不应该因记者问题 引起修会的理由 并同意了李奇未建立中立区的提议 面对朝中方有理有去的回复 美方也不好再进行拖延 7月15日 中断三天的停战谈判 在开城恢复举行 接连几天 双方在撤兵问题上展开激烈辩论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 毛泽东指示李克农 主动提议修会三天 并对下一步计划做了指示 可再经过几次试探和争议 便可以有计划地将谈判内容 引到五项议程上 先确定谈判议程 将三八线问题和撤兵问题 留在随后的会议中讨论 我们中国做了很多的努力 然后通过这种努力 也证明我们真正通过谈判 是要实现一个和平的目的 我们树立了中国自己的和平的形象 经过半个月的唇枪舌剑 7月26日 按照毛泽东的构想 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 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 一 通过议程 二 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 以建立非军事地区 三 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 与休战的具体安排 四 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 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 建议事项 五项议程的确定 使得停战谈判终于取得实质性进展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 谈判刚进入第二项议程时 便又陷入了僵局 朝中方面提出 应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 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 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的荒谬理由 要求将军事分界线 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的后方 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 为了向朝中代表施加压力 美方在会场以沉默不语的 冷场战术拖延时间 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柴承文 悄悄走出会场 直奔会场拜了一座帐篷 这里正是李克农 乔冠华的办公地 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录 他作为联络官 经常就是在谈判的现场和后方 进行联络工作 当对方静默时间很长了 他悄悄地离开会场 到后方向李克农做了汇报 李克农说就这样坐下去 坐下去 面对蛮横无理的谈判对手 李克农为何会给出这样的指示 坐下去就是他不谈静默的 我们也必须坐来 如果我们先离开的话 那就是我们自行中断谈判了 就这种静默本身就是说冒斗争的一种形式 柴成文回到会场后 在纸条上写下坐下去三个字 并给前方的谈判代表传阅 看到李克农的指示 大家心中有了底 和美方代表比起的打坐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双方就这样静坐着 原本想激怒朝中谈判代表的美方 在僵持了132分钟后 不得不提议休会 眼见谈判桌上占不到任何便宜 美方竟然使用起了更卑劣的手段 8月19日清晨 按照惯例 负责警卫中立区的志愿军军事警察 姚庆祥排长 正率领9名战士 在中立区附近巡逻 突然间 埋伏一旁的30多名南朝鲜武装人员 向巡逻队猛烈射击 走在前面的姚庆祥身负重伤 但为了严守停战协议的规定 他始终没有下令开枪还击 敌人舰挑拨计划没有得逞 竟冲姚庆祥前额连开两枪 姚庆祥在中立区被害 世界舆论哗然 朝中方面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并在志愿军代表团驻地 为姚庆祥烈士举行追悼大会 谴责美方恶意破坏谈判的行径 姚庆祥遇害余波未平 仅仅三天后的8月22日深夜 美方又制造事端 派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上空 轰炸了朝中谈判代表团驻地 建议这种情况 毛泽西决定就是从8月23号开始 停战谈判 停开 等待美方做出满意的答复 面对朝中方坚定的要求 美方仍继续采取歪曲事实 抵赖一切的荒谬态度 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在战场上就可以得到吗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整个带旦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和朝鲜人民军 即将与敌人展开一场 从空中到陆地的生死较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